慈激医院25人医疗团到英国参加健康促进医院年会 慈激总共发表了28篇论文 而慈激医疗职业执行长林俊龙也获选海报论文学术奖的第一名 在口头论文发表现场 慈激医疗团与各国学者侃侃而谈 在社区医疗、护理、环保等议题上激荡出不同的火花 其中大龄慈愿检手新院长 分享医院如何落实爱地球的理念 让现场的专家耳目一新 在达林医疗医院我们在医疗医院里有一个护理工厅 所以每天晚上医疗医院和家庭一起合作护理工厅 似乎孩子们也很开心 而在这些护理工厅 他们可以感觉我们与環境的关系 同期大地不只用双手 吃素食对于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也有明显成效 台北慈愿赵友诚院长就向各国专家分享 在医院里如何推动素食 能够帮助地球减少负担 那光是台北慈愿一年 藉由推广素食就可以减少230万公斤的二氧化碳排放 那当然不只对保护环境好 其实对健康的促进也是很有帮助的 此季医疗职业林俊勇执行长 也以水患受灾民众的全面照护为主题 获得评审和与会人士投票 评选为大会海报论文首奖 此季此行获得国际肯定 也让医疗团队更有信心 在推广健康促进的理念上继续努力 大爱新闻郭亭林欣宏 在英国曼彻斯特采访报道